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 非常普通的一个研究文章 一个学术文章 那么在二十大之前 特意的拿出来 做一种大范围的一个推广 显然它是有 某种政治目的在里面的 首先我看了这一篇 明清时期 闭关锁国问题的探索 新探这篇文章里面 它里面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 就是这篇文章 为中国近代以来 采取所谓的闭关锁国 造成脊弱不振 造成这种被动挨打的状态 它进行一种历史的犯案 第二个 以所谓的自主宪官的方式 来取代我们过去所常用的 闭关锁国这个名词 而且认为自主宪官 那么并非是一无可取的 它反而是具有一个 所谓的抵御外国的侵略 保护民族文化 或者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一个作用 这个所谓的自主宪官本身 去取代了这个闭关锁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为 长期以来这个反习派 他攻击习近平 采取闭关锁国 采取开历史倒车 采取这个所谓的反改革开放 甚至给予他所谓总家住师的 这样的一种称号 来讽刺他 那么对于这种反习势力的 这篇文章是要做一种所谓的理论反击 所以从这个很突兀的一篇文章 突然之间被大范围的一种宣传和推广 显示出他一定有他一定的政治目的在里面 那么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反映出 未来二十大中共所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路线 那么我把它归纳成三个路线 当然路线是一致的 但是有三个取向可以分析 第一个呢 我叫做福贡灭阳 你知道义和团是福清灭阳嘛 所以现在习近平说他自足现官 那么运用这样的一个名词 来取代那个负面的闭关锁国 其实就是为了他自己所谓的福贡灭阳 来做一种理论的撑腰 为了要保住中共内部的这个统治 推行这个所谓的新自足现官 那么不惜呢 关闭世界的大门 那么以封建来对抗文明 而且是以封闭来对抗开放 所以二十大以后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路线 第一个所产生的特征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彻底抛弃改革开放 这几年来习近平已经 知智不提改革开放 所以呢不仅仅是黄河 长江不倒流 现在在习近平手上 开始要倒流了 那么甚至包括黄浦江 上海的这样一个经济繁荣地区 包括珠江 三角洲 我看这些河流通通都要倒流了 所以我可以明确的来讲 这样的一个路线将显示说 中共将彻底的告别四十年来的 一种改革开放的一个路线 重返了毛泽东的那种 所谓的集体经济体制 另外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三点 就是中共将走向一个 我给来一个名字叫 心愚昧主义 所谓的心愚昧主义 不仅是使得中共的官员 从过去的井底之蛙 现在可能要进化 或者是退化成一个井底蝌蚪 眼光越来越短小 对世界的一个认知 越来越狭隘 所以类似像这种事情 譬如说像重庆 一千多万的人口 在列与之下做核算 远处的山边还在着火呢 那么整个城市还在限电 它还做核算 结果在一千多万的核算 你们测出了两个阳性 这个实在是华天下的大忌 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叫 脑禅防疫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给这个鱼 还有鸭 做核算检测的这种 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防疫的这个政策 那么所以除了人要清零之外 连动物积鸭 牛羊都要做清零 这个实在是整个我们 在这个病毒爆发以来 全世界各种防疫政治当中里面 最为荒诞的 最为滑稽的一个现象 那么甚至我们还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清零的过程当中里面 中共无时无刻的发生一些 官欺民的这样一个现象 比如说在陕西 榆林有一个夫妇 他在卖芹菜 在市场里面卖芹菜 他只批了七斤的芹菜来卖 结果那个督察组来查 拿走了两金 发觉他有问题 罚了他多少钱呢 罚了6.5万的人民币 这个是他们自己亲自 过不出来的消息 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就是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叫做自力更生 可是习近平非常坚持这一点 那么所以说 他因为要自力更生 所以他搞一个晶片的 一个所谓的大跃进 投资了1000亿人民币以上 结果发觉 他是一个晶片的一个大贪腐 所以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 反科学 积压都要做核酸检测 反文明 对人民进行这样的一种欺诈 压迫等等的 还有反人性的这种习近平路线 我认为他未来在 会在一个中国的大地上 谱出一首悲伤的进行曲 师傅 通常问你也请教这个 吴老师你怎么看 说从这个所谓 自主 宪官的特稿 到二十大上的通报 谈到共同富裕等等的 您的解读是说 二十大之后 有可能怎样的路线选择 现在问题表面上是 二十大以后路线选择 但是首先要看 二十大以后谁当家 那个当家的人 可能会提出自己的路线 如果是习近平连任 当然我们可以就 过去十年的表现延伸下去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可能又有新的议题出来了 那这里所谓的自主宪官 或者闭关锁国 这个是所谓的历史研究院的 一个课题的一个论文论述 它有很深的历史的背景在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闭关锁国 比如说从义和团 清朝末期 从鸦片战争 到八国联军 到庚子之变 是清朝对不对 可是大家要知道 闭关锁国不是清朝才有 明朝中叶就有了 所以它这个课题组里面 是讲明清时期 过去这个五百多年 明朝跟清朝都是两百六十多年的朝廷 朝代 加起来超过五百二十年 那我要先讲这个问题 现在把它当作说 因为习近平被人家描述为倒退 那是不是这个回到闭关锁国路线 他说不是闭关锁国是自主宪官这样 人家说他你是不是回到义和团路线 他说义和团路线也不要被污名化 目前表面上的那个 针对时事的争论是这样子 但是恰好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个闭关锁国议题 不单是中国的议题 西方也是一个重大议题 在我们经济史里面是个重大议题 这个涉及的不是一朝一代 中共这一个朝代的 这一个时期的领导人更替 权力斗争这个问题 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兴衰的一个大问题 我现在讲背景 我们都晓得 西方会崛起有一个重大的发展 叫做地理大发现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大家都知道1492年 哥伦布去那个探险 地理大发现 那问题出在 15世纪末期这个1492年 可是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郑和下西洋 更早啊 15世纪的前半期 早了50年 郑和的船队顿位比他大很多 人数比他大很多 然后最远到哪里 到今天的非洲的莫山比克 从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 船只顿位很大 人数很庞大 然后七次不是一次两次 所以这什么意思 中国人有没有远洋航行技术 Yes 有 可是中国没有发展成远洋贸易的大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郑和是所谓宣扬国威 他其实是去找 有没有可能前朝皇帝 流往海外 要把他抓回来 政治上的考虑比较多 宣扬国威号称 他不是真正的在经营 中国的对外的海上发展路线 不是 中国没有因为具有远洋航行能力 而走上通商贸易的大国 不是 闭关锁国 把造船厂都烧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的定义是 国家的主要威胁 来自北方来自西北 所以海上这边的话就不要了 集中精力对付北方 是这样来的 明朝已经发生 并不是清朝的鸦片战争 还是什么庚子之乱 才让你闭关锁国 不是 所以闭关锁国的本质就是自主的 是朝廷的决定 把那个船厂都烧了 不要再造船了 中国从此转型成陆权大国 不是海权大国 好 这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纽约的时候碰到大陆出来的学者 他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 如果我在黄河流域 向朝廷提出一个研究计划 申请国家补助 被拒绝 我跑到长江流域 再提 碰到的是同一个皇帝 我跑到珠江流域 再向朝廷提这个研究计划 还是同一个皇帝 就是被拒绝 可是你看看 哥伦布要申请 远洋探险的计划的时候 第一个不行 第二个不行 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行了 让他成行 不同的国王 对 因为欧洲是分裂的 所以欧洲人最后讲一句话 分裂 我们崛起 团结 我们没落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那个版图 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好多个国家 互相竞争 互相攀比 比如说你有古典乐团 我也要养一个古典乐团 你把那个大炮 撞到那个船上 然后变成那个海盗 以后变成海军 那你有海军 我也要有海军 互相竞争的结果 刺激了创新 刺激了技术的扩散 然后呢 欧洲崛起了 所以欧洲的那个教训 它超越中国 因为在明朝中夜的时候 中国是第一大国 世界的经济总量第一名的 短短500年没落 对不对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所得 只有欧洲人的二十五分之一 多悲惨 那整个明朝开始没落 当时没有什么 鸦片战争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当时的闭关锁国 就是自主决定的 朝廷决定的 当然是对外的来往 这样也限制 对不对 限关 那所以闭关锁国 本质就是自主限关 那些玩弄名词没有意义 你说这个闭关锁国 是90%还是100% 还是70% 没有意义 就是说朝廷当时基于利益 那这个背景是怎样 背景是政治上的大一统 限制了多元性 限制了竞争性 限制了创新 限制了成长 所以政治上的 所谓刚才提到 社会监控 集中权力 中央集权 是这个明清两朝 中央集权大一统 把中国给害惨 今天我们谈大国崛起 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回到这个历史课题 就是说中国生命力最强大的时候 其实是春秋战果的时候 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多元竞争的结果 反而促进了创新 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跟应用 那讲这个问题 西方在经济史上 有一个大政论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本著作 叫西方凭什么 他谈什么 谈中国为什么会没落 中国从强盛时期到没落 就是短短 就几百年而已 就是明清两朝而已 一个重点就是尊重多元 尊重差异 制造竞争的机会 然后不要再搞大一统 所以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 造成对经济上的收缩 然后技术的研发创新的控制 然后教育思想的控制 言论的控制 整个一套来的 所以大一统王朝 才是今天中国没落的根本关键所在 然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党的领导 一党专政 然后全方位控制 从政治监控到社会监控到文化教育的监控 所以今天共产党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在这里 你根本不可能用这一套制度 中央集权这一套制度 党的领导这一套制度 去重新把中华民主带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 历史几百年的实验 已经让你看到这一个 所以他们现在历史学家们 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其实不只是对习近平 是对整个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深思的一个话题 值得深思的话题 你用政治监控加上社会监控 然后经济上用国营事业 对不对 你应该是鼓励民间企业去创新 去承担风险 去开发新的那个商业机会 不是 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动不动就是中央集权 就是党的领导 然后这个控制那个控制 你看整个街道到处都是 那个监视器 对不对 人脸辨识 把很多技术拿来做社会监控 这样的情况 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 真正的创新 跟真正的成长 这是真正的问题 现在共产党根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你不要看他们搞内部权力斗争 好像习派打反习派 反习派打习派 这个都还小事情 当年毛泽东不是跟 党内政敌斗了半天吗 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要看出来 中国今天要面对世界的竞争 全球化的时代 不能再闭关锁国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制度上 政治上的那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把中国给害死 然后今天 中共所追求的恰恰是这条道路 尤其是习近平 所以改革开放会取得成果 就是对当年毛泽东时代 所创造的大一统 政治监控中央集权这一套 松绑嘛 要从放权让利开始嘛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你习近平被描述为开道车 主要的一个问题点在于 这个历史问题没有真正去理解 中共没有真正去分析理解这个历史问题 就是中国为什么再短短的 比如说两三百年的时间 从遥遥领先全世界到最后落后 这么严重 所以这个历史问题超越习近平是不是连任这个问题 甚至于超越中共是不是会没落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不管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清朝时期 其实经济史一共有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正和下西洋 中国有远洋航行技术 为什么没有发展远洋贸易的大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中国有最好的纺织业 中国的棉花的技术 棉花的这个纺织的机器都有 可是中国没有因此推出 由纺织业拉动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不在中国 可是中国因为那个所谓思路嘛 西方人到中国来叫做思路 就是因为中国的纺织业很强 可是中国没有形成纺织业带动的工业革命 为什么 再来同样在西方的压力之下 日本搞明治维新成功 中国搞的光绪那个时代的那个维新失败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 答案是那个日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分散的 那个社会他们多元性 然后呢欧洲国家 英国法国德国 奥地利互相竞争 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的欧洲 反而逼他们创新 逼他们去探险 然后呢大一统的中国 明清两朝出五百年的大一统 把自己给闭关 给搞死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有它的长期性跟历史性 我们值得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 都去好好地探讨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有值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